我們先來做這個檔案 在做這個檔案之前 我們先把因為他這個單位是m 我們很少用 所以我們先把它改成 這個 把它單位改一下 在模型資訊視窗裡面模型資訊 這裡把它改成Limit 這個精準度我們就改公分就好了 沒有說實在小數點 下面太多也很難 很難去控制 就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看 這裡已經改成單位 單位已經是cm了 再來我們現在 在做之前我們用塗層 把我們做的跟他們做的分開 所以我們這裡新建一個字件 按Enter 我們現在就 開始來做 我們用方形工具或是用 這個直線工具都可以 140乘60 我們現在做柱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邊就可以有單位 所以我們就寫 稍微看一下 所以這個60是在前面 我這不小心切到 60 到點 140 拉上去 我這兩個是900 拉上去900 直接輸入900 好了之後 這一格是15cm 所以我們這裡用這個工具 點這個面 往裡面縮 這個 這個裝飾的就目測一下就可以了 給我6公分 好了之後 往上移 移15 5嘛 再用這個工具 再往外面 5嘛 這做出來應該叫一樣的 好 再來 用這個推 一樣推15 用這個推 推15 換這個往上 15 好 好 一樣這個再往外擴 5 好 再用推 推7 7 15 再往上推 推30 共幾層 1 2 3 好 這一層 一層 一樣推5 好 再往上 15 好 這個一樣 好所以這樣子就做好了嘛 前面的裝飾 這個很簡單嘛 這個就目測大概一下就可以了啦 好 好 把這些裝飾性的線你們自己去做 好 在前面點 好 裝飾的線 其實你們就自己去做 只是有個小技巧 這裡要三等份 我們要怎麼讓它三等份 好當然我們可以去量這裡的距離 這裡是60嘛 各20 畫一條線 好小技巧就是 這邊 畫出去 因為它會自動找終點 和這個終點嘛 可是它沒有辦法把我們找20嘛 所以我們就畫出去 除入20 這裡就一個點了 好這裡就一個終點 好直接 畫下來 有時候利用那個縮放 好去控制 好這樣會比較好控制 好所以這個就做出來 好做出來之後 好記住 一定要轉成元件 轉成元件 建立 好了之後 好這裡要往這邊好像是 510 我要新增一個 按Ctrl鍵 我們去量一下這裡的距離是 多少 利用縮放去控制 它會自動幫我們找點嘛 510 可是你去看喔 你這移動的時候這裡是510嗎 不是喔 因為這裡有一個60 所以它從這一點移動到這一點 它是有算這裡的 所以我們這裡再往這邊再移動 60 好 再來我們要做 內部這個牆齁 尺寸 我先量一下 我先暫停